我叫朱串,今年26岁,老家酒台 来长春打拼8年 我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 白手起家,靠的是魄力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赚钱 这是我入股的一家医药公司 同时呢也担任经理人 公司里大大小小的管理工作基本上都是我来做 年收入能达到50万以上 入行一共是8年 最开始呢是从基层做起 我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 就要归功于我三四年前的一个项目 当时也是凭借着这个项目 赚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这个启动资金呢大概有40万左右吧 虽然当时只有23岁 有很多人认为我做不成 凭借着自己敢打敢拼的优势 在半年多的时间赚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之后我就买了房 我记得当时看房呢只看了一次 就交了首付 大概是70多万 想好的话呢就去做 没有什么好犹豫的 目前为止呢我有两套房 这套130平呢是学区房 由于对生活品质的追求 我的装修呢前前后后花了40多万 这屋里我选的每一样 都是我能力范围之内最好的 我特别爱干净 一般阿姨每周呢会到我家帮忙打扫两次 这扫地机器人呢基本天天赚 我的衣服呢也是一天一洗 鞋呢必须每天都要擦 衣服的排列呢我也是按照颜色 包括种类分好 每次去衣服间我都需要先擦一次马桶 我的洗脸巾不仅擦脸而且还擦马桶 我也特别愿意买衣服 基本上每周都会买几件衣服 我也希望我未来的女朋友能跟我一样 爱干净爱收拾自己 在衣食住行这方面呢我也是不含糊 为了吃呢我可以坐飞机到全国的任何一个地方 连吃带玩我每年旅行至少十个城市以上 由于工作圈子的原因 我接触的呢都是比自己年龄大的人 所以我的心理年龄比同龄人会成熟一些 也真不知道现在的小女孩都喜欢什么 也不会哄人 长这么大呢我也没有追过女孩 朋友都说我是直男 所以我找对象最怕那种无理取闹的 比如说我这边正在接待客户 你非要让我带你去吃饭 这样的女孩呢我认为多少是有点不识大体 所以我希望我未来的女朋友是温柔一些 小女人一些 如果那个人是你就不要错过我了